尾安特勤队员全副武装 从屋顶垂降到阳台 准备进行攻坚任务 下一秒打破玻璃门 杀得诈骗集团措手不及 从进屋内由上往下展开搜索 一见到集团共犯 立刻要求通通趴下 只见男子上半身打赤膊 一脸呆滞 这才意识到眼下已经被警力重重包围 看似普通民宅 其实是诈骗集团的水房 特勤队员里应外合 让里头的集团成员 根本无路可逃 刑事局今年2月 破获以王姓角头为首的犯罪集团 他们在脸书社团中刊登征裁广告 强调只要提供金融账户 就可以获得高额报酬 专案小组深入追查 长期不限后 今年6月再度破获 该集团的洗钱转账水房 全案高达89人受害 不乏所得上议员 专案小组分别在6月与8月 分两波执行查期任务 全案总共逮捕20名犯贤 并查扣点钞机 电脑存折等账证物 从下游诈骗车手持续向上溯源 先逮到集团主闲 再掌握金融走向 最后锁定水房位置 攻坚抓人 接二连三的抓人行动 总算把诈骗集团连根拔起 静新闻大闻终于家伟黄其昂 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一手掌握新闻 reliability